有沒有看到 即將要進入36萬的地方了 哇 雲海 沒有 他沒有兇 他不敢啦 他死啦 他兇嗎 假的啦 死啦 氣死你 早安啦 鐵刀還沒有亮 現在都還沒有6點 我們已經出發了 這個小子看起來還累累的 很想睡覺的樣子 看這導航 有沒有看到 即將要進入36萬的地方 現在早上8點 太平衡第9點才開 可是現在前面的車子已經 蠻多人了 哇 有沒有看到 非常多的彎 非常多的彎 轉彎了之後 上面還有彎 路邊會有寫第幾彎 你也關心36彎是不是 這邊已經是第8彎了 第10彎 也是有雲海耶 太平雲梯的上面 33彎 哇 雲海 越來越明顯了 35彎 各位我太感動了 36彎 我們已經走完36彎了 看到這麼長的排隊 我還以為要排廁所 結果是在排隊買票 還好我在網路上先買了 啊 你開心嗎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這裡 然後等一下呢 我打算呢 先走過去太平天梯 走過去了之後呢 然後去雲之南步道 雲之南步道 走茶園 然後接著去太平老街 接著呢 再走回來空氣佛物館 再去孝子路 再回來 現在一大早還沒有9點 就一堆人了 果然是廉價的魅力 來 太平雲梯入口 啊不是寫9點才開始 怎麼開始就有人在走了 欸 帕魯過來 這裡好多犀鳥啊 等等等媽咪 這裡走 西牛小子跟帕魯 帕魯你要看看嗎 西牛小子 他凶 沒有他沒有凶 他不敢啦 他死啦 他凶了 夾的啦 死啦 氣死你 好啦 我們要準備上去了 上去了之後 帕魯就要裝袋了 為了您的毛小孩安全 寵物請裝榮或裝袋 走啦 我們先讓帕魯跑一下樓梯 接著就要裝袋 等一下啦 慢慢走 欸 帕魯 等等 走 好啦 爬這一段樓梯我就累死 好啦 寵物不可以出來知道嗎 不然你就要寄放 有 有雲海 我們剛剛就是繞著那邊那個彎道這樣子 上來了 會害怕嗎 上次哪一個 彩虹吊橋 大阪跟著彩虹吊橋就嚇死你了 怕得很開心對不對 對 天啊 哇 你看 下面的車這麼多了 停住了 好 你家在找電腦 找出門是對的 聽老婆的話是對的 你一定要把這段畫錄進去就對了 聽老四好高喔 後面都沒有人耶 欸 我可以幫你拍一張 這邊是看雲海的景色 這邊是看山的景色 看到那個溜滑梯 他是緊急疏散滑道 我們決定往那邊走 如果你要直接回停車場 往這邊下去就到了 趴了快要十分鐘 終於到了這個第一個觀景台 這就是第一個的重點 還OK啦還OK 到了第一個涼亭之後呢 休息了一下 接著我們要往茶園的景觀步道走 那這一邊就完全都是下坡了 相信就會比較好走 我們現在比較不受控的是這一位 因為他實在是太喜歡樓梯了 還好我平常都給他吃玻尿酸 等等 哈勒等等 你不可以叫衝那麼快 來 走走 好了 好了 哈勒走太快了 這一位是領隊嗎 自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哈勒 你可以等一下爸爸媽媽嗎 不行嗎 終於看到這個茶園了 走得這麼辛苦就為了這裡 好漂亮的竹林喔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天啊 這個票點最好吃的阿一在這裡喔 蠻多人會鑽出來 所以路過一定要吃 什麼家看這裡 自己家一勺全糖 給你斟酌 我覺得很好吃耶 非常的香 這愛玉很順口 哇 不停會轉腰 轉腰 帕魯啊 你這道圈圈啊 他卡住他自己了 他在想為什麼你們吃愛玉不給我吃 這一條是老街 商家就一些些而已 到處都有太平雲高 這裡就是孝子路步道了 我們剛剛從那邊穿過老街 就會走到這個地方來 帕魯一馬當先衝在這裡 很舒服的一個地方耶 好美喔 帕魯你開心嗎 帕魯不開心很肉欲 因為他不能走樓梯 被我抱的 他實在是太煩了 他走樓梯都用橫衝直撞的 看嗎 江妮不開心 幹嘛頭撇另外一邊 哎呦 哇 前面是吊橋嗎 好像是耶 前面那個好像是吊橋耶 哦真的是個小吊橋 還蠻強的耶 你看 好可怕哦 啊你啊我也這全部都是蜘蛛耶 超可怕的 看這是蜘蛛路 走過剛剛的太平雲梯 這個根本就是小屋見大屋 爸爸說走小的比較可怕 我覺得蜘蛛比較可怕 基本上 沿著這條路走 好像景色大概就是都是這樣子的 竹林跟著步道 重點是樓梯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決定在這裡就折返 重點是我也走不動 微辣 兩星茶葉蛋 還蠻Q的 冰淇淋的口感 這個很好吃耶 這一位現在在鬧脾氣 因為我們的東西都沒有他可以吃 是還不開心 你看11點以前那11點以後的 這裡也是寵物友善 然後呢小狗狗可以坐在椅子上哦 所以非常的寵物友善 帕魯已經累了 看了 他現在不開心 你為什麼一直不開心 我點的是香草鍋 感覺很清 不知道味道會怎樣 他的配菜排成這樣 感覺還蠻高級的 然後有幾片肉 這是爸爸的定食 咖哩定食 這看起來蠻好吃的 這菜也看起來蠻好吃 這筍子我也很愛 我們現在來到二間三步道 這個樓梯感覺比剛剛的還要累 這是樓梯的時候 我又把他放到我的包包裡了 要不然 他又會發瘋的一直跳 但是 終於爬上樓梯了 太喘了 不過這邊的沒有效值度的漂亮 我只能說 我累了 我們走到這裡就 OK了 你們看的警車都一樣 我們決定要往下走了 走了 我們吃一百塊的停車費 他的 他的這個也在這了 這邊可以直接下去比較快 走 回家 兒 詞